天气变冷就让人很想要享受泡在温泉里舒服的感觉 台南关子岭在今年11月展开温泉音乐节 台南市长赖勤德表示 关子岭29家温泉业者都取得了温泉标章认证 让民众休闲时多了一份安心 今年温泉季活动不仅可以享受林一江温泉 现场还有音乐表演让关子岭增添不同风采 天气转凉了 关子岭泡汤机率先开跑 不过您知道吗 关子岭温泉可是经过认证的 29家温泉的业者 当时去拿到行政与高隆部观光教的际情 温泉标章 认证并是很简单的 包括水泉 包括水浸 的減染 包括各种的卫生的条件 都一定要百分之百合格才可以 如果他要删这个计划书 营运计划书 另外一个就是 它的水浸的检验 这两个 算是需要拿出来申请 包括就是它的关卡也很多 所以我们关子岭地区 这边可以去得到29家 所有人都拿到认证标章 这可以说是非常不简单 温泉标章的认证 对消费者比较有保障 表示这个是经过认证的 那我们在泡那个温泉的时候 不管是温泉标准 还是那个服务品质 都对我们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是觉得推请这个温泉标章的认证 是一件很赞的事情 官子岭是全台唯一全数得到温泉标章的地区 其间政府与业者经过两年多的协调过程 就是为了让民众来关子岭泡汤更有品质保障 关子岭的温泉是公有的 那为了协调就有的13家业者 能够释放出总共30%的水泉 给新的16家业者 让整个关子岭29家业者能够共存共荣 这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 这个温泉标章已经处理了几年几年 就是因为整个温泉区关子岭有29家 要整合温泉的分配 它是真的不简单 民众在安心泡汤之余 还可以享受温泉音乐节 推出的星光音乐 让前来泡汤的民众体验不同的音乐 关子岭之夜 新唐人亚太电视谢淑芬 张芳伦台湾台南采访报导